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孙玉玲 新闻的一开始 首先要带您快速浏览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最新消息 以及全球新闻看点 CDC 英国新冠病毒新变种 可能已在美国出现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声明中说 英国和美国之间的旅游 该病题可能已经进入美国 而未被发现 目前英国的科学家正在紧急评估 变异病毒的特征以及引起的疾病 圣塔安纳焚风和太平洋风暴 将先后袭击加州 气象局表示 圣塔安纳焚风将再次袭击 南加州本周将面临严重的火灾风险 火灾监测将从周三上午持续至周四 另外一个太平洋风暴 预计将在周五登陆加州北部的海岸 带来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的风险 预计本周日晚至下周一 南加州所有地区将经历潮湿天气 能否对抗变种病毒 辉瑞和莫德纳进行疫苗测试 CNN报道 辉瑞药厂和莫德纳正在测试 自家研发的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苗 能否对抗在英国快速传播的 新变种病毒株 莫德纳表示 预期自家的疫苗 可以对抗新变种病毒株 辉瑞药厂表示 正在观察接种过 辉瑞疫苗者的血液样本 在对抗英国新变种病毒株上的反应 新冠疫情延烧大量投放抗生素 埋下超级临病隐忧 WHO公布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由于治疗时大量投放抗生素 导致部分临病对抗生素产生抗药性 进而演变成超级临病 同时也因为封城等关系 民众的亲密关系次数增加 这也让民众感染超级临病几率上升 中天中望 整理报道